喂 欸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嗨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我現在認真在日本 好久沒有到東京了 我現在才剛下機一個多小時 穿著我的運動服呢 就要直奔 庫拉舒適 為什麼呢 前陣子台灣的杖壽司跟吉一卡蛙聯名 所以呢你去杖壽司吃扭蛋的時候呢 就可以轉那個吉一卡蛙的扭蛋 哇 那時候因為太多人去吃了 他的活動還提早結束 所以講一講之後會覺得說 欸那我來日本的杖壽司 是不是為了吉一卡蛙而來 不是 日本的聯名是跟航海王耶 我就決定我要來去吃一下 轉一下扭蛋 而且加上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吃杖壽司了 所以說跟著我一起去杖壽司轉扭蛋吧 Go 哇 天氣真好 我果然是個lucky之人 幹嘛搖頭 啊 不能講這種話對不對 不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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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說 好久沒有吃杖壽司了 單機原本就長得這麼樸素嗎 他的醬料啊打開在這個下面 筷子 跟湯匙 就是我們現在進到裡面了 然後他這一次呢是跟航海王聯名 因為我在網上有查到他一個很酷的 他是有一個魯夫的人人果實 妮卡形態造型的最終餅冰淇淋 然後還有那種喬巴的藍波造型地瓜球 還有那個佛洛西的能量可樂飲料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想說來試試看 我覺得他這邊的扭蛋超酷的 他有100款的人形樣式徽章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吃完看我們可以扭幾個徽章 然後會有哪一些角色 先講一下我個人最喜歡的 怎麼辦 我最喜歡誰 我喜歡蛇雞 我也喜歡 其實我也滿喜歡佛洛西的 先點個佛洛西的能量飲料 哇 我的日文真的怎麼做不好 人人果實一個 還有一個賞月肉糰子耶 我們的… 是我們的鮪魚來了 對公冰淇淋來了 很可愛耶 很可愛耶 快點我… 喔 來了來了 佛洛西的可樂 長得比較普通一點 但是你不要小看它 還有這個 喔 又來了 賞月肉糰子 什麼意思 還有這個吸管套 踏進去你就會獲得佛洛西的飲料了 佛洛西的能量飲料我記得是可樂 來了喔 喬巴的藍波球 你有看到喬巴嗎 他們的航海王的三個特餐我們都點了 首先我們趕快先吃這個最終冰淇淋 都是我的口紅 試一下 香草冰淇淋 然後上面是奶油 然後外面的餅乾其實沒有什麼味道 其實比我想像中好咬 我剛剛在想說感覺應該會很難咬 但它其實外面的餅乾滿脆的 我要變身了嗎 因為它的奶油有一點膩口 我室友現在準備要點餐 我已經感受到它等一下會點豆皮壽司 就跟玉子燒了 好 我們來吃吃看喬巴的藍波球 紫玉球 它其實有點像地瓜球 可是它不是Q的那種 比起來我比較喜歡這個 它的紫玉泥吃起來很香 然後甜度也剛剛好 而且它沒有很重的油膩感 油香… 果然裡面的料理就是可樂 你看它這個特殊造型的 居然不能丟盤子 可惡 那我想要先吃這個月亮的 半熟蛋肉球美乃滋 這是你看到的跟想像到的味道 其實滿好吃的 因為它這個肉球滿鹹的 和半熟蛋就會包製那個鹹 再配上美乃滋 奶奶的 我還滿喜歡的 嗯… 小孩子口味 然後這個是 它說比較好的鮪魚 但我覺得它整個色澤 跟樣子看起來好像還好 我覺得很忘記的 可樂跟蘇拉蘇西搭起來很怪 我來淋一點醬油 來吃看看 很久沒有吃蘇拉蘇西了 它吃起來是赤身那種 圍在身味的感覺 我們來點一下特殊的吃吃看好了 鮭魚手藤耶 不知道是不是我點太快了 它居然還有現在點餐擠著 就很多人在點 先稍等一下 生蝦 酪梨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生蝦 看起來沒什麼水 吃看看 酪梨跟蝦子 然後加美乃滋 這滿好吃的 我覺得它熟蝦比生蝦好吃耶 然後它那個酪梨的味道還不錯 因為它不會很爛的那種酪梨 我覺得算滿生鮮的 我發現它有海膽手捲 所以我們點一個海膽手捲吃看 來看這裡的海膽味道怎麼樣 首先來了 鑑魚 鮭魚 黑毛鴨大份 然後大份量先備注 鮭魚卵跟海膽 我們先來吃海膽 有海苔的我們要先吃 我覺得味道正常 海膽的香味沒有到很重 可是不會腥 然後鮭魚卵 鮭魚卵還不錯 不會那麼很鹹 然後咬下去的那個 不啾的那個感覺的那個脆度也很剛好 然後這是大切生鮭魚 紫蘇將大量先備注 這個兩罐合在一起的 很想一口給它下去 倒光了怎麼辦 看來只能分兩口了 沒辦法好好吃一直掉 等一下我甚至拿不起來 嗯 鮮貝豬這個好吃 口感 鮮味 清香味 然後再加配上竹豬剛好 哇 當然鮮貝豬我可以多點個三四個耶 鮮貝豬這個很好吃耶 這個是鮮魚 我是有說它等一下跟我拖 因為它的目標是五盤 因為五盤你可以一抽嘛 賊先抽到自己喜歡的角色 這個是黑毛和牛 這是期間限定的 所以我想要點來吃吃看 嗯 吃得到和牛那個特殊的油脂香 但是那調味有點太鹹了 和牛的香味出來了 然後就嗯 鹹來了 好 我剛剛點這炸蝦 絲魚 炸魚 蟹膏 生蝦我點了一個比較貴的 然後跟這個是炸玉米 還有瓢瓜捲 我們先趕快來吃 因為我們的那個炸蝦 我怕它等一下軟掉 哇 它旁邊還有那個 你有沒有看到嗎 蝦子 然後跟那個美乃滋 嗯 是小孩子口味的好吃耶 那個美乃滋配上那個炸蝦 炸皮切也很薄 吃起來就是酥脆感又沒有油膩感 然後又不會刮嘴巴 竹家魚天賦羅秀師 嗯 它的炸味道還滿好吃的耶 皮都超薄 然後又酥脆又不會刮嘴 因為它那個竹家魚啊 它有撒一點點的那種鹽做調味 所以你吃得到鮮味帶一點點鮮味 好吃耶 這個 蟹膏牙先吃 絲魚 哇 它的絲魚不錯 有油脂的清香 咬起來又沒有那種帶筋的那種鮮感 它絲魚滿好吃的 嗯 可不可以 也是生蝦 因為我剛剛吃那個蝦子 我覺得它的味道還好 所以我想要試試看這個 嗯 合理很多 入口的那個蝦子的甜感 跟口感就還不錯 我個人很喜歡扁瓢瓜卷的 真的不錯耶 它平衡也不錯 是你的 蝦玉米粒 點了一大堆備注 然後干貝 跟這個台灣真鮮也有的湯 美乃滋 然後再用火烤 下面是鮭魚 台灣的真鮮這個很受歡迎 剛好我的炸蝦聽菩蘿一起來 我點超多備注 因為我覺得它備注滿好吃的 炸蝦 不愧是牛蛋很吸引小孩子的地方 炸物都滿好吃的 這不像干貝耶 干貝切一半 怎麼這樣子 雖然說它這樣切一半小小一片 但是老實說我覺得它鮮味滿夠的耶 就是味道還不錯 欸入口有種海洋感 接下來就是要刷掉這個備注了 很棒 欸這個真的有辦法 有人這樣一次把它整個夾起來 漂漂亮亮的嗎 你看我最多只能把它一個夾起來 應該幾盤 你有最想要哪一個角色嗎 我也想要喬巴 我覺得偉田農林朗最厲害的一個地方是 它的角色很多 可是它的世界觀非常的完整 我覺得這個超厲害的 拿起來成功了這個 還有10個 這樣10個 好 我剛剛點了一輪的 然後我點了鮭魚赤貝炸 對 我覺得它炸很好吃 所以我就點一堆炸甘若 然後炸魷魚 鰻魚的話 因為我剛剛看到它的新滿送來的時候 長得有點空虛 所以我又點了一個價格兩倍的超大新滿 不過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重點是這一個 這個很像番茄壽司的玉子燒嗎 它長得很像一般的蜂蜜蛋糕 炸雞塊來了 炸雞塊來了 欸 它這個也是真的沒有盤子的啦 它叫傳說中的炸雞塊 但它長得有點空虛 我們等一下吃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先來吃我們的生的鮭魚 刺貝 好吃喔 哇 給我一點芥末 我們吃些滿 換個口唱的味道 我吃吃看大的 好多吃 還很多 肉就比較黏 細緻跟香 這個炸魷魚看起來超好吃的 吃得很大耶 很長一根 它的炸物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的魷魚 軟Q軟Q的很新鮮 我換這小孩子的天堂 炸魷魚好吃 炸乾爐 炸乾爐 吃起來其實就片重的起司 然後外面裹上炸粉的那種感覺 這個有點太鹹了 吃這個感覺 要再配一碗白飯 我們來吃吃看 如果你抱持著版前的那種玉子燒吃它 你可能會有點失望 不過因為它價格也不過耶 所以就也不能用那個標準去看它 只是照片看起來太香 吃起來外面那個蛋香味其實還滿夠的 真的有點像長期蛋糕耶 比較濕溫一點 我們更喜歡長期蛋糕 但我覺得小孩子會喜歡 只是甜甜的 傳說中的炸雞塊啊 我看一下究竟是多傳說中 還滿好吃的耶 它裡面的汁超多 然後那個油香味很夠 它這個的內餡 裡面的肉的那個油脂 我還滿喜歡的 你現在幾盤 2 4 5盤 想要跟一個蒸蛋 跟一個飲料結束了 我是有訓練去 剛剛很多那個魷魚紫蘇飛過去 這一輪吃點 平常我也會點的豆皮壽司玉子燒 炙燒 然後加很多美乃滋的味道都還不錯 所以我就點了這個 然後這是明太子山藥 還有我的炸蝦天婦羅 等一下 要…要出去了 現在吃這個好了 魷魚紫蘇 這邊有人一次點了單盤耶 就很好吃到底味道怎麼樣 嗯 炸蝦魷魚好吃 新鮮 有點黏黏的感覺耶 然後它又不軟 不會輪 不過紫蘇再大拼點會更好 好久沒有這麼快六點了 等一下結帳包會是多少層 這個是明太子山藥 我覺得它這個搭配非常的漂亮 可是因為它山藥味道比較滑 所以就有包住那個辣感 所以我剛剛吃上去的 剛下其實有點緊張 但我發現滿smooth又帶一點刺激感 還有玉米 吃起來有點綠巨人的味道 這麵醬是反而沒有到很甜耶 因為我以為它這個東西都小的口味 味道應該很甜 但其實好好 玉子燒 玉子燒我反而比較還好 姐跟女兒抽啊 你不要自己 但我再吃個10盤就50了 我覺得我抽個50盤喔 至少10抽 你自己一抽 看你抽到的角色跟我的角色也比較厲害 有這種抽嗎 好 我最後點了12盤都到了 然後我尷尬 沒有發現我的露梨鮮蝦 居然點了兩次兩盤 所以總共來了四盤 我剛剛就說奇怪 你這麼多露梨鮮蝦 那個人應該會覺得 我到底是多愛露梨鮮蝦 現在吃這個青魚好了 這青魚看起來很厚一個耶 你看這個 它剖面是不是很漂亮 青魚不錯 來 我剛剛有點擔心青魚很容易開車 不會 今天最適合的那個刺牌 好想推薦大家吃吃看喔 你一吃就 哪泥 然後這個是炸蝦子 然後上面也是炙燒過的 可是它上面寫說它是那個什麼 蔬菜的 對吧 是蝦子 還不錯 但那個美乃滋 就那個蛋黃醬 味道還是有點太重了 幫我換個口味好了 吃個酪梨 畢竟我點了四份 為什麼我點四份 我真的分辨不得了耶 它這個洋飯應該有過水 所以它沒有那麼的辛辣感 出乎意料比想像中好吃耶 它跟我剛剛點那個酪梨 其實是不一樣的品項 可是我覺得兩個都滿好吃的 嗯 搞定要抽了 有抽到嗎 感覺沒有 第二次動作 所以我現在以一個 等一下要對著我 我會贏的那種姿態 看著我最後的三盤 我跟你講 一下機還穿著太明同款衣來的人 你知道喊李太明的時候 就代表運氣更好我告訴你 嗯 你不要再 有這種比賽規則的嗎 人家也吃不少 他隨時說 那一局就是輪到他了 好 這是我最後 這是豬五花 這可以透光耶 你不曉得是刀工 有點可惜是 有那個燒的香味 香氣也還不錯 可是就是太薄 跟蛋黃醬味道也太強了 所以基本上會有點蓋過所有的味道 最後第五十盤 OK 我的五十盤 石頭的機會就在這 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我是有說我們來排排看這個號碼 因為它這個盤子的底下都有一個數字 如果你照著號碼排的話 就很有可能會中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是4 2 1 現在差3跟5 各位我們來試試看 好 我覺得都市傳說感覺是不太準 我現在整個人被盤子佔滿 有嗎… 有嗎… 第一個就中了嗎 這個是那個很強的一個劍士 好 我再來五個 第三抽 怎麼辦 現在一好了兩壞 蛤 怎麼會這樣子 甚至還抽到有點累 欸 是艾絲耶 我覺得艾絲一抽入魂 也不算一抽 四抽入魂 我們剩最後四抽 啊 我是有現在要參戰的喔 咦 這是像 長得有點像納梅 但它不是橘色頭髮 這是誰啊 就是有三個眼睛的 欸 抱歉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強 因為呢 我剛剛的角色我都剛好知道我是誰 欸 它長得有點像琴酒耶 你不覺得嗎 就是那個柯南裡面的琴酒 那我這樣子這個應該也是又是沒有 那這一抽一定會中 兩不中一中 所以就代表如果你上一個人啊 剛好它那十盤是兩個都沒中的 你只要吃五盤就會中了 然後我這一個光月Oden 這個也是新角色耶 這個也是我沒有看過的 我剛好 最後一個是抽到我不知道的角色 我想要有羅賓耶 我覺得我們真的抓到它的規則了 所以我們這樣總共投了55盤 然後你中一抽我中三抽 哇這個是那個劍士啊 我覺得那個劍士超帥的 還有艾絲 好 我們總共抽中了四個 然後這三個是我抽到的 這個是我是有抽到的 我覺得我抽到艾絲就很棒了 但其實我很喜歡大劍士 我覺得大劍士長得也很帥 它是磁鐵耶 它其實是磁鐵 大家如果有想要這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會置點一個貼文 時間內會把它抽出來 然後一次四個送給大家 可是我很喜歡這兩個耶 怎麼辦很想自留 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總共吃了多少錢 我們有三頁耶 一萬兩千 它有聯名的時候 剛好是你喜歡的那個角色或是卡通的話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來玩玩看 其實我滿久沒有吃壽司啦 我覺得整體吃下來 我就是帶小孩子來 小孩子會非常開心的一間店 因為它的口味我覺得都比較偏 小孩子口味炸物啊 或是一些甜甜新鮮的東西滿多的 我剛剛其實也看到滿多是帶小孩子來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 就知道帶小孩子去哪裡的時候 滿適合來這裡抽的 它的角色不是有100個韓海王人物嗎 如果是你 你會最想要抽到哪一個人物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個人其實我也好像抽到蛇姬 蛇姬跟羅賓我也很想要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就是留言什麼都可以 反正就是時間到之後 我會抽出一位把這四顆送給你們 拜拜 我看到外面的這個看板這個造型之後 我發現我剛剛抽到的是捷克不是艾斯 捷克很棒 他原本是我最喜歡的幾個角色之一 結果我居然因為太久沒有看 航海王所以忘記他了 我對不起你捷克 你拿著舞蹈來幹什麼 而且你還沒堆好 幫我拍 什麼意思